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代画家董奇昌的秋星八景图册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秋星八景图册共八开 作于万历四十八年 那一年的青秋时节 董奇昌 泛州 苏州 镇江一带 他把沿途所建青山 秋水 漫漫烟云 树树红叶 画作了八幅惊讶的图册 更加有意思的是 每幅画上或提有前人诗句 或简单记述了作画的机缘 让我们至今能够领略到 秀风如簇的江南秋色 黄炉暗 白平渡口 绿阳堤 红了滩头 江南雨会江南景 今天我将与苏州平潭艺术家 盛晓云一起 用来自江南的声音 唱出这幅江南的秋星八景 让我们一起走进秋星八景图册 唱出这幅江南的声音 和简单记忆学校 原演唱出这幅江南的声音 拥泊不尽 肩甲远 ragen唱出这幅江南的声音 然后唱出这幅江南的声音 这幅江南的声音 等一场秋风吹落 战断下虫花水中天 虽牙虽血月已迷 苏牧瓜子心 谁将生许彩露生枝 的年龙岁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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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盛晓云 郁可维 有请两位 这八幅画 创院长 感觉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卷轴的这种形式不太一样 这八幅是一个系列 对 这种格式 在中国绘画里面叫做彻页 彻页 就是每一幅画好之后 又可以把它装表成一册 这样在欣赏的时候有绘画有书法有诗词结合起来 所以它也是一个艺术的综合体 其实总体来说秋天的景色到处都有 但是它是以江南 无门这一带的景色为它的主要的这个描绘的对象 其实无门就是现在的苏州 然后讲到苏州肯定就会想到平潭 然后这一次就是也是想用一种江南的这种味道来唱出这个《秋心把锦图》 所以就是这一次非常开心邀请到了盛晓云老师跟我一起合作这首歌 其实我的故乡山清水秀江南的风光完全是魂味一体 然后再让我坐在那个小船上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 我们有一个叫苏州好风光里面有唱到秋天的 哇 董奇昌啊 他是一位既懂历史又懂理论 还善于实践的一个画家中的通才 也就是说他通过自己家里富有的这个收藏品啊 可以说保揽群画 对古来啊这个各种画法 他都很有研究很有体会 生意识董奇昌的画 他在笔法上啊显得特别丰富多样 当然具体落实在这个《秋心八景》里面啊 我们要注意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书录画 将书法的这种表意的写意的这种语言特征和绘画的造型写意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秋心八景》 所以我们看到《秋心八景》图写中啊 他的村法啊 次序景栏 层次清晰 那些树干都是用那种很苍净的啊 那种可笔来勾点 然后用不同的末点来形成他的树叶啊 所以每一笔的比翼都非常充分 当然他的末射啊 也注意到浓淡的变化 那么使这个树木三十 具有非常苍润 温厚的啊 这样一种造型 所以这是董奇昌这个作品啊 非常重要的特点 董奇昌这个画呢叫《秋心八景图》 而且他自己在提拔里边啊 有一段话 等于是字述 说世约写色色小景八幅 可当 《秋心八首》 杜甫写的这《秋心八首》 代表了是晚年的这种思想情感 和所能达到的这个艺术高度 前面的三首呢 这个一般是写奎州的景象 写由奎州想念长安 由现实所引发的回忆 那么后面的五首呢 往往是在回忆长安 秦中自古帝王州 就是从这里边来的 是吧 而且呢再由长安的回忆 又回到了奎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人在奎州 思念在长安 奎州是现实的大唐 而长安呢 是以前的圣唐 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 他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 同学少年多不见武林 一马自清肥啊 但是呢 观赛集天 围鸟到江湖满地溢鱼翁啊 你就知道 这个诗人的情感 是非常复杂的 相较而言 董奇昌就没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可以说 董奇昌这个秋姓八景图 是借了杜甫的秋姓八首 这样的一个框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样一个题目 而乘性而做的 除了秋姓八首 首先你得注意 他这个策页当中 他自己写上去的诗 这也是一种对话 这里边的诗 只有大概一两首 是董奇昌自己写的 剩下的我跟你说啊 都是宋代和元代的词人 和散曲家 比方说宋元之际的赵孟福 叶孟德这是宋代的词人 秦冠秦少游 还有元代的百谱 还有宋代的领养 就是他在画其中一幅画的时候 他就把秦少游的词写到上面去 他就把叶孟德的词写上去 而且他有时候还不写全阙 只写半阙 因为他认为只有这半阙词 可能跟他画的这个场景是相符合的 所以就是说 他往往是借用古人的诗词 来为自己的画助兴 或者用别人的诗词 来跟自己的画作来进行对话 这也是文人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不只是画一幅画就完了 而是借助这种诗词 来传递自己内在的心声 那么每一个画家 在具体的创作中 都和他的绅士 他的体验感受相联系 但是在中国的绘画里面 有一个共同的传统 那就是对时间的探位 对时令的表达 对事实这个主题的表现 对 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文明的国度 我们这个先祖很早观天下 查地势 形成了对世界文明有贡献的中国农历 其实把这个时间和空间 那个特别是时间的变化 和生命的流转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就导致在绘画上 有许多都跟事实相关 尤其是在山水画画鸟画里面 这种情形在世界美术史上 我们也是非常优先的 因为时间连在一起 就是跟生命连在一起 就是跟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连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用齐昌球星八景 是个人的一种勇态 但是把它摆在整个绘画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所以我们讲的事实中国 这些的意涵是非常深的 谢谢 在此掌声感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的经典演艺 谢谢 董吉桑先生 当然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 这个明代的著名画家 这个理论家 著述非常丰厚 这个艺术创作实践成果 也非常丰富 秋星八景 这个实际上 就是他在六十几岁的时候 应该说 创作最为成熟 这个理论研究 而且达到了最高峰的时候 应该说是董吉桑先生 艺术创作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作品 谢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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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